Hello 大家好 我是啤啤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做星洲炒米 不是 是星洲炒可粉才對 這個是家裡有什麼就放什麼的版本 非常方便 喜歡吃星米的朋友 下次不妨試試改用可粉 看看會不會有驚喜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材料有一碗半黃芽白 一碗彩椒 兩隻雞腿 我們圈的肉出來切小塊 一碗蝦 兩隻雞蛋 和四棵蔥 先醃雞肉 有四分一茶匙鹽 一茶匙的生抽 四分一茶匙生粉 攪拌均勻備用 三河粉 我用這隻乾的 一包有兩餅 我們用一餅 它還可以用來炒泰式河粉 或者越南湯河 最近有個朋友出了 粵式牛肉湯底的影片 賣相真是一流 如果我們是鄰居就好了 我出河粉 它出湯底 我拿去的影片 在螢光幕和資訊欄 有興趣可以看看 煮再一煮滾水 滾起就關火 之後放一塊可粉 很快就會軟 很輕鬆 當可以完全放入水 就蓋上蓋子 焗它三分鐘 之後就可以拿過去過冷河 隔水備用 開火 加少許油 先煎兩隻雞蛋 先煎兩隻雞蛋 再下雞肉 雞肉把兩面都煎至金黃色 雞蛋 用鑊鏟 割小塊 加半湯匙咖喱粉 在雞上面 炒一下 之後下一半的蔥段 炒到雞肉 八成熟 就下蝦 家裏如果有叉燒 火腿那些 就可以在這個時候下 蝦每面煎20秒就可以了 煎好之後 撥在一邊 之後下菜 菜那邊我下了少許油 下薯 下了些菜 補醬 這些是豆瓣醬 放了大概一茶匙 如果想辣一點就放多一點 少許 最後下河粉 拌勻炒勻 散開 再下其餘的蔥段 加少許老抽上色 在這個時候 整屋都會聞到很香的咖喱味 我們全程都大火來炒 如果覺得乾就放少許水 不過千萬不要放多水和 如果有噴水瓶 就噴兩下就可以 不會太軟 太軟會變成一坨東西 不好吃的 最後試味不夠鹹 我加了多少許的鹽和老抽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灑點芝麻在表面就吃得了 簡單易做的星洲炒河粉就做好了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點贊 免費訂閱啤啤廚房 以及分享影片給親戚朋友 分享影片給親戚朋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